咱们再来看一位网友 他叫顾大侠 他问说 我上班太辛苦 吃饭不太稳定 所以最近得了肠炎 医生说我缺少钠和钾 该怎么在三餐中补充呢 我建议他能够多吃一些海鲜 然后在水果类的这个方面 可以选择香蕉 就保证每天能够吃两根香蕉 可以有效地补充一下 但是如果这位网友 他同时还有高血压的话 那么香蕉的量就要减少 每天吃半根就够了 感谢观看